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语食伤受伤 食伤受伤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他变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有很多人忧郁症 其实基本上都是食伤受伤这一种 这一颗心所造成的 食伤受伤 他是由硬所导致的 硬克食伤的这种方式 所以通常这一种食伤受伤的 他都不是急性的 他都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去累积而成的 甚至你可以把他理解为硬代表家里 待在家里待久的 变成脑筋啪啪秀斗这样子 也就是说待在家里越久 你越不想斗 你就越忧郁 所以各位你会了解 食伤受伤通常都是 慢慢慢慢的去累积变成这一种现象 所以来讲的话 你假如要让你的食伤复活 那就要怎样 用财来破 或者是用笔节 那就出去外面走走 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的 这一种情况 去让你的这个食伤能够复活起来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